OK,我們再看一個RP好不好 這是我昨天玩的RP 不用慌啊,不用慌啊 沒有什麼好慌的 這個是我昨天下午回來的時候 玩這一個RP 我拍的是德國的八階金幣青毯 M4190 然後這個地圖是對青毯來說 非常非常非常好偵查的一張地圖 這場兩邊都有兩台青毯 兩台 他們是兩台九階的 我們是一台九階的 再加一台八階 這個時候我一開始的想法是 大部分的玩家 很多人 看了很多點 看了很多影片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個 E1這顆樹很重要 對吧 大家都會覺得說 啊,蹲在這邊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邪術傷害 所以我一開始的想法是 我在猜應該會有一台1390去點這個點 因為他們兩個是主牌的 所以我在猜可能一台會進這個草叢 然後一台會去做跑針 所以我一開始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一路 跑到 這一個凹槽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凹槽 然後在那一台1390 進那個草叢之前 點亮它 嬰兒車我有了 我朋友送我一台全新的 喔,大概是這樣子 他們都會進這個草叢嘛對不對 你這個時候要趕快從那邊探頭 避免他們跑進去 假設你的距離夠近是有機會的啦 那很確定一台在這邊了 很確定一台在這邊了 喔,又看到另外一台 在這邊 在這邊 它有可能是要跑進去 也有可能是要在這邊偵查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想辦法點亮了兩台青毯 所以 目前來說這兩台青毯 沒有機會可以進到這草叢 我就成功一半了 我的任務就成功一半了 然後這一場是實機場喔 總共有三台實機車 然後其中一台是實機的炮車 然後再帶 各帶兩 一台八街的炮車 這時候我們大部分的重坦喔 都選擇走中間 大部分都選擇走中間 這台MOS我覺得他很勇敢 他很勇敢 他選擇要直接壓到這邊的位置 這個位置 他要阻止對方上山 這台MOS 然後這台VK 跟其他的車子是上這個山頂這邊 然後很標準的我們TD架槍在 一二號線的尾巴 然後我們這台T54LT還不錯喔 他選擇站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坨草 他可以負責點亮 這一個區塊的車子 然後那台T54LT 假設我沒有在上面的時候 他也可以負責點亮這邊的車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要該怎麼做下一步 那我的想法是 我先做一輪跑針好了 先想辦法打掉他們的眼睛 如果假設是野外場 野外場 不管你開什麼車種 都要盡量能夠 幹掉對方的眼車 這台自我炮超神 這台自我炮超神 他砸到了在移動中的1390 想辦法去幹掉對方的眼睛 讓對方的視野受限制 這樣他們能走的位置 也就受到限制 你們就很好掌控整個地圖 所以青台一定要去 想辦法去 一直點亮對方的眼睛 讓對 讓兩邊來做交換攻擊 這時候這台帽子已經 壓到這個尾巴這邊了 壓到尾巴這邊了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我乾脆 因為已經確定他們兩台眼睛在這邊了 那這場其實沒有什麼中坦 沒有什麼中坦 是一台八..兩台是八階的 兩台是八階的 然後很確定一台 白花是在中間 所以我那時候想法是我乾脆來這個位置幫忙打撤起好了 中間這堆房子裡面有一些草叢 是可以拿來增加你的銀幣值 所以那時候我的想法是 我乾脆過去那邊打 打對方的爬山的車好了 我就利用這個小小坨的草 再開一槍然後再上去點亮 又點亮一台 又點亮一台 因為他們都八階車啦 所以 有一點點難看見 繼續 這時候這台5A 他應該是想說這上面這麼多人 因為 你知道剛剛那台T34上去嘛 所以這裡的車子有可能會被點亮 所以這台5A可能是要想要設上面這些車子 這個時候沒有想到又點亮那台艾米爾 是這台貓斯欠打點亮的 我的位置可能點亮 這時候5A想要繞過來 他很明顯的想要跨過鐵圈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的想法是乾脆打5A的側扁 我正在找好的角度 最好是可以打到他正側面 因為這台車用HIT打他很容易打動他的領帶 所以其實不是很好穿他的車 但是這台5A這個時候我不太懂 他為什麼要過來又過去 他可能後悔 他可能後悔打不到東西 結果他就一直在這邊被斷擬 你知道 這時候你看地圖的分佈 你看地圖的分佈 你看地圖的分佈 已經很確定 這邊被他們壓下來了 被壓下來了 但是我們的這個MAS-10跟175還有IR7 都沒有損很多血 所以我大概會判斷就是他們這邊 應該沒有佔很多人 應該沒有佔很多人 那這一批這種車子大部分都會走 一二號線去蹲 所以我在猜這邊應該沒有人 頂多就是自走炮蹲在這邊 或者是蹲在山上 所以我就選擇 6號線 7號線 直直的衝到了 那你衝過去的過程中 順便檢查這個地方 檢查這邊有沒有自走炮 檢查完自走炮之後呢 沒有 沒看到 就檢查這邊的自走炮 也沒有 這時候已經變得很標準了 就是 這張地圖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這個軌道是把整個地圖分成左邊跟右邊 那如果假設你們在攻擊的過程中 能夠把一邊搶下來 然後並佔有三個軌道的出口 你們就很容易贏 就很容易贏 那我們現在是已經很確定 這一個部分都還是我們的 然後我們又佔領了 右邊 所以這整張地圖你把它切成 切一個十字格子來看 我們至少佔有了四分之三的地圖 他們只剩下這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已經是一個包圍了 只要等隊友上來這邊架槍 之後 就是一場屠殺 那這時候我翻過這個鐵軌 看到了小白花 小白花也一定會看到我 因為我們兩個距離夠近 所以這時候第一個動作是 點亮他了 先躲到這個斜坡後面 避免這邊的人打你 OK 這時候呢中間這邊也搶下來了 所以這代表說 對方的車子全部都躲在這一個鐵軌的 另外一邊 斜坡的另外一邊 這時候我們等一下消光 然後我們要做一波衝刺 做一波衝刺來做一些 協助傷害 看到這台58 這時候協助傷害是一直狂跳的喔 一直狂跳的 我被自首炮砸了一發 趕快救成員 這時候我選擇 我選擇救了車長 我選擇救了車長 因為我已經離我的目的地夠近了 但是我需要 偵查的能力 我才能做更多的協助傷害 所以我選擇救車長 這時候還剩兩台 應該是滿血的 看到了 協傷狂跳 這時候我拆的一台車應該是躲在這個位置 他應該躲在這後面 結果我錯了 他蹲在前面 他蹲在最前 我們來看一下戰報 這一場我總共做了 打了快3000的 傷害 然後做了7K的協助傷害 是首勝 總共賺了196000 196000 傷害是打了2829 4殺 原始經驗1661 我總共開了22槍 重16發 穿14發 超過300米的傷害有1552 我總共開了大概4公里的距離 那扣掉消耗品之後 扣掉消耗品之後 大概賺了15萬左右 真的 很棒 通常你在玩輕坦的時候 很多玩家都會害怕說 不敢去衝前面 因為其實輕坦是真的很容易爆炸的車子 也不是一台很好操控的車子 但是 對我來說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 有好的收穫的話 你就必須要勇敢的去賭一把 該衝的時候你就要去衝 該退的時候你就要去退 輕坦是一台很吃 臨場反應判斷的車種 你要對地圖夠熟悉 你要對視野有概念 你要知道這一場車子的分佈大概會在哪裡 你才有辦法去做好一件輕坦該做的事情 那這個RP就 分享給大家 在亞服有卓越還會被猴子嗆 真的嗎 你有卓越他還敢嗆你 那真的是厲害 嘿嘿嘿嘿嘿嘿 T69賣車身到底是什麼概念 也不是每一張地圖都可以賣頭啦 也不一定 我以前 我以前在巴哈姆特 最常看到的一句話就是 三卓越都是黑槍來的 他們都說三卓越是黑槍來的 其實你如果自己有去 你有努力的去打看看 卓越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黑槍絕對是拿不到卓越的 你大概頂多拿到二卓是極限 你後面的階段 你不可能是用 黑槍的方式拿到卓越 我可以告訴你 除非你玩的是TD 除非你玩的是TD 不然你大概沒有機會 你大概都沒有機會 剛剛有人說要看T2615對不對 OK - Let's get to Shaw on the road!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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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斷他履蓋好奇怪 他們這場車子都硬邦邦,但是他們都沒有走城鎮 他們全部都推在中間 阿那天喔 YO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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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